这个课程的话 大概已经开始弄一些东西了 那其他大概有几个方向 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时间不长 所以至少我们要学会的东西 就是利用HG帮我们产生程式更容易 但你其实只是需要一些 学会一些基本的语法概念 那其他的话就让GPT帮你产生 那当然未来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写出非常多 可能在工作上会需要 比如说像大数据分析 像网络爬虫 机器学习 甚至物联网 影像辨识 自动图像 报表程式等等的 那再来当然呢 这段延伸其实蛮大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从简单的 慢慢延伸出去 那这个课程还有一个重点 也许就是把 资料可以不要存在资料库 我们把它换成eSale 因为eSale可能比较popular一点 那当然呢 我刚好特别提到 eSale的基本架构 可能你要知道一下 比如说从他的eSale的工作步 工作表 然后范围 栏列 储存格 那通过这样的概念 我们将来 如果产生了一些data 我要储存的话 那我就直接可以输出到eSale 并且可以把它直接读取 有可以双向的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这课程其实本来设计非常多啦 那我们就挑一个重点 就是基本上就是环境建置 challgpt使用 然后再来就是python基本的操作 为了 再来就是把资料放到eSale 也许后续 看如果可以的话 再实做一些啦 像爬虫 或整整的相关的应用 这些其实可以做的事情相当的多啦 那关于目前的那个 这个AI就不用讲啦 因为基本上除了AI之外 其实像之前的big data 或cloud 或者是等等的应用 我想应该都跟这个完全非常有关系 你说这个没有 之间是分开的 其实也不完全的 像我觉得你的那个AI 之所以能够 这个这么好用 其实背后一定要有个big data 如果你没有一个big data 你这个AI其实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一个像 程式的这个big data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么好的程式 所以背后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强调那个github 我猜啦 我觉得github真的上面就是所有 很多那个资深的工程师 他们的心血都在上面 对不对 那当然很多人是for大家的 就是open的 那你open的话 自然而然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素材了嘛 对不对 ok 那其他当然呢 这相关我想都跟这个环道非常非常有关系 好那我简介一下 这个我的基本资料 其实最早我会开课 其实也是有点不是特别的 因为我最早是在网络上写很多的文章 把我一些教学 我的心得 因为上班有时候事情都做完了 没事就可以写一点 写一写就写 然后也喜欢录一些影片 放在网络上 然后呢就有很多单位邀请我上课 我想说好啊也不错啊 我蛮喜欢教的 于是就很多的机会 那我本来的主业并不是上 教这个 我的主业还有别的主业 这个是我的副业 可是现在反而副业快要取代我的主业了 所以当然也不错啦 因为有一些别的机会嘛 那我觉得因为你有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分享 这当然也是正向的 OK 所以陆陆续续的话就在一些单位 除了我们这个志强之外 其他像东吴啦 像文化啦 还有像一些企业 像一些 我觉得就是金融机构比较多 好像比较富得起 那个费用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啦 OK 然后还有在台师大 还有在园治东吴啦 有接一些课 也都教城市相关的 我刚刚讲过 其实也是给学生去做业练习 然后报告交给我一些反馈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刚开始也不抱太大的期望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会认为说 这个充其量不过是玩具吧 后来发现哇 不得了了 这个不是玩具喔 这个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慢慢才发现 原来可以大规模这样用 然后慢慢发现听到各界的声音 其实都是正向的 而且用的越来越多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期待 可能五年十年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反正你慢慢看 应该很多地方慢慢就是直接把AI更具体化 然后用在各个地方上面 当然他目前可以看到这样写文章 那个已经不是什么 写程式 做实作曲 或是甚至可以帮你产生影片 有没有 那未来的话 当然有一些看得到的机器人应该都会吧 然后太多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你们自己比较擅长的专业 也有超过30张 像拍张相关证照 或者是像POWBI的等等的 然后参考用书的话 我想这个你们自己看好了 因为自己个人慢慢发现 看书现在不会说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反正就是先看物录 然后先猜想说到底他写哪些东西是对我有帮助的 然后我先看一下这东西 如果有用的话翻一下 而且甚至把他记录 把他记下来 因为其实说真的 不过这个当然如果可以就买书 因为我怕将来可能慢慢没有人要写书了 但是我发现现在写书也不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写书的作者 也常常会在网络上取材 比如说我上课讲过东西 奇怪 怎么在某些书里面的章节似曾相识 这好像可能是雷同 或者是英雄所见略同 OK 但是很多地方感觉重复性还蛮高的 当然这个排名就不用讲了 排场目前应该是第一名 可是他什么时候会被拉下来不知道 但是就我的历史经验来看 越热门的语言真的他替换率越高 因为排场虽然已经很简单了 但是会不会有更简单的 应该是会有 而且未来走的趋势就是需要记得越少越好 所以将来我在想说会打败派上的应该就是CHARGPT 因为只要那个语言本身的编辑器直接内建CHARGPT 然后管他写什么 对不对 你写JAMA也可以 我管他的 反正你帮我写完 我只能有个地方可以编辑之心 不忘出结果来就OK了 谁还关你讲什么 对OK 所以未来打败语言的 应该就是AI的 对不对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 而且回不去了 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在写程式的人 你应该就不会想说回去